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足以看出 李天王跟佛教关系非同一般 在收服红海儿时 孙悟空找到了观音 了解完情况 观音让孙悟空先走 而且还自己做法送孙悟空离开南海 孙悟空又不是第一次来 也不是不会驾云 观音这么做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时要背着孙悟空走 且看原著是如何描写的 那菩萨分覆盖众诸天各首先进 这善谈龙女闭了洞门 他却纵祥云 躲离普陀岩 到那边叫 慧安何宰 慧安乃托塔李天王第二个太子 俗名穆叉士也 乃菩萨亲传授的徒弟 不离左左 称为护法慧安行者 集对菩萨和掌伺候 菩萨道 你快上戒去 见你父王 问他接王钢刀 来一用 慧安道 师父用这几盒 菩萨道 全副都要 慧安领命 集下云头 进入南天门里 到云楼宫殿 见父王下拜 天王见了 滚 而从何来 慧安道 师父是孙悟空请来降妖 招拜上父王 将天罡刀借了一用 天王急患了额渣 将刀取三十六把 帝与慧差 看见了吧 孙悟空走了以后 观音关上门 又躲离普陀岩 才让慧差去找李天王借刀 这么偷偷摸摸地不就是怕人知道 他和李天王的秘密关系吗 儿子去找老爹借东西 不是啥大不了的事 为啥搞得这么神秘呢 因为这里涉及到道教的密合红孩的身世 观音为什么要借三十六把天罡刀 来降服红孩 有如来的金箍而咒还不行吗 红孩修成的三昧真火 乃是道家秘书 可见其背后必有道家高人指点 而要破道家法术 自然要用道家法宝 三十六把天罡刀正是道家法宝 可以克制红孩 观音用三十六把天罡刀化作的连台 让红孩做了啦 失见了苦头 可惜孙悟空不知内情 还在心里笑话观音省事俭用 不用自己家莲花池里的五彩连台 而李天王听说观音要借刀 碰儿都不打一个 毫不犹豫就让讹渣去取刀 一方面说明两者关系非比寻常 另一方面说明观音和李天王都知道红孩的背景和能耐 这才毫无废话 这也是观音要背着人让木叉去借刀的原因 怕暴露了两家的亲密关系 也怕让人抓到李天王的小辫子 说他和佛家人联手对付道门弟子 另外 降服牛魔王的那一劫 也暴露出李天王与佛教的关系 当时孙悟空大战牛魔王无法取胜 这时各路神兵杀到主阵 李天王父子也来了 他们是这么对孙悟空说的 哪吒太子立声高叫 大上 衣甲在身 不能为礼 于父子昨日见佛如来 发席作文玉帝 严唐僧罗祖火焰山 孙大圣南伏牛魔王 玉帝传旨 特查我父王领众驻地 这说明李天王父子先去见了如来 然后才请玉帝下旨来收服牛魔王的 究竟给谁打工 事后 牛魔王被哪吒砍头 李天王用照妖镜定住的时候 只好投降 大喊莫伤我命 情愿归顺佛家也 被道家天庭的兵抓住了 却说要归顺佛家 可见牛魔王早就看透了这背后主导的 其实是西天如来集团 可背着一方妖王 战斗力超强的一大霸主 最后就被李天王父子迁到了灵山 关于牛魔王的去向 原著中写道 切牛归佛修颠裂 水火相连性自平 天王太子切牛敬归佛地回角 李天王奉誉 帝之命出兵 最后却把牛魔王交给了如来 这说明了什么 利用天庭的兵力给佛教争取利益 牛魔王是西天路上最大的一股中立势地 可以说是佛道两家争相拉拢的对象 这一战应该是佛教在取经路上的最大收获 李天王父子显然利用了手中的现场执法权 把蛋糕分给了佛教 而非道教天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